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想继续跟大家谈谈 这个武汉肺炎的事情 这个事情已经发展了十多天了 这个武汉也奉承了 但是呢 这个扩散的势头啊 还是不见这个减弱 国内已经若干的大城市啊 已经是所谓的柴气 采取了一级的防护措施啊 这个公共场所啊 大型聚会啊 以及全国性的春节放假啊 都推迟了 这个力度还是很大的啊 我们看见各个医院啊 都在忙碌起来呀 在设置这个隔离区域啊 在正继这个防护的这个口罩啊 防护护啊 防护的这个防御的这个手术室啊 等等的啊 这个这个一套啊 就是整个西医的对于这个传染病的这种 这种这种通常的这种举措啊 举措吧 在这个其中呢 我一直好奇啊 一直没有发现 我们这个中医界啊 站出来啊 开辟自己的门诊 来接诊 来给大家这个 这个开除方 拿中药 这个情况一直没有 出现啊 这方面一直是紧悄悄的 我确实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啊 是不是对自己没有信心啊 还是担心这个传染性太大 这个造成是啊 不但是没有救到别人连自己也打进去了啊 不知道是呃 出于什么原因啊 这个中医界啊 都不见啊 站出来来应对这么大的一个 这个全国性的 这个公共卫生的这个 这个这么一个 呃 这么一个crisis啊 这么一个crisis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啊 呃 我觉得正常情况啊 不应该是这样啊 这个南京中药大学的黄黄教授 啊 这个广西的写思考中医的刘力宏教授 啊 还有山西中医界的 这个叫李 哎呃 呃 呃 李大师吧 啊 这个 专门救这个危重病人的 叫李准还是什么啊 有很多的这个弟子 都不见出来啊 我觉得不 不会是啊 这个一种什么监视不救啊 或者对自己 对中医缺乏信心啊 我觉得不会是啊 啊啊 可能还是有别的问题啊 别的问题啊 我这里呼吁吧啊 呼吁吧 我们中医界的同仁了啊 让兵千日用在一时 还是勇敢的站起来 呃 我们经常这个 这个可以说 这么多年 呃 这个在国内搞中医 都不尽容任意 无论是立法上 这个管制上 都受了太多的 牵扯啊 遗致啊 管制啊 所以弄到今天啊 呃 我个人感觉中医界的同仁啊 呃 有一种心理啊 有一种心理啊 就算这样平时这么不待见我 那么急的时候呢 你也别找我 也别麻烦我 可能这种心态啊 或多或少也是存在的 这也是人之常情嘛 是吧 你比如说一个家庭里面这么多 儿女 这个 这个父母都有偏向啊 啊 一般嘛都不会有很大的问题 但是在有的家庭确实是 这个父母就喜欢老小 父母就喜欢儿子 这个 啊 等等啊 对有的子女就是 左看不顺眼 右看也不顺眼的 就是对孩子这个 的心灵啊 就是造成很大的影响 啊 所以有这种 抵住的 呃 情绪啊 逃避的情绪啊 也是在所难免的 啊 呃 但是呢 呃 因为这是一场啊 涉及到 国家民主应 呃 命运的 这个 关键时刻 还是希望啊 我们的同仁啊 啊 捐气浅显 啊 挺胜而出 啊 相信我们 这个 上海论 流传下来的很多方子 啊 你比如说这个 麻环汤 桂枝汤啊 发汗的 结表的 啊 对绝大部分的 这个高热的症状 啊 绝对是 啊 啊 这个这个 要到病处啊 啊 不说百分之百 不说百分之百 大部分情况还是 啊 问题不大的 啊 应该永短的站出来 应该像我们周边的亲友啊 啊 啊我们的病人啊 这个 推荐这方面的 这个 呃 中医药 防治也好 降温也好 啊 不要让 哎 我们现在从地 从 呃 这个 从 集成的干部到 当中央啊 都有点这个 抓瞎了 都有点抓瞎了 我还是觉得 呃 能站出来 还是应该站出来 啊 这个解国家倒血 啊 这个话是怎么说的 啊 啊 啊 力挽狂逃一句 祭祷啊 啊 就祭祷啊 啊 你们应该有这个本事 呃 第二点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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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我也呼吁我们社会各界啊 对中医更大的宽容 呃 更大的 更大的生存空间 尊重中医的发展的规律 中医他不是说他不是说招摇闯 也不是说养胜大师欺骗大家 啊 呃 也不是说缺乏医学根据科学根据 呃 这些话都是平常那些中医黑们 啊 呃 呃 经常攻击中医的语言 啊 一种赶尽杀绝啊 赶尽杀绝啊 我这几天老是在想这个事情 呃 造成今天这么一个局面 这么一个 啊 用 古代中医的话来说 他就是一种食欲啊 就是在这么一个天气的情况下 就是流行的一种 传染性的一种疾病 这在中国五千年 出现了可以说是 不胜其数 中华民族五千年生生不息 他靠的是什么 他不是靠的西医的手术 他也不是靠的是抗生素 啊 他也不是靠的医保 他就是靠我们祖先 给我们流传下来的 中医中药 久经考验 这么五千年啊 这个 都不知道是意义的多少次方的 这么一个实践了 最后是忧性虐胎流传下来的 啊 你不管是中酒也好 啊 药方也好 中医药也好 刮沙也好 把冠也好 放血也好 啊 火鸟也好 这都是祖宗留下来的遗产了 我们都是中国人 我们不要被人抹成 叫做什么 数典忘中啊 我们每一家都有我们的这个先辈 我们的爷爷来来 我们的父母 他们流传来的东西 传家宝 是随便可以扔的吗 是哪一家是可以扔的吗 是吧 你不管他再不值钱 他也是一个念想 主物失情 何况是流传了五千年呢 我觉得大家应该给中医一点尊重 一点生存的空间 尊重他的客观 我们现在都怎么弄的啊 中西医结合 全部结合到西医那去了 看看病都是先 先先 先化验 看结果 啊 然后呢 再看看你这是 感冒 那么你 是吧 都都不会看病了 传统的忘闻媚切 都忘光了 要辩证实质 啊 啊 我们现在都怎么 怎么看病的呀 都不胜了 不干了 啊 只会这么看了 他真正的看病不是这样啊 阴阳平衡了 风俗四招寒了 要问真正的病因 啊 你是吃油腻的多了吗 你是睡眠少了吗 你是这个感情不舒服吗 啊 跟周边呢 人这个 啊 心情压抑啊 经常发火啊 这都是病根的 对吧 啊 所以第二条呢 这个中西强调 师徒者 要师父来 传递给土地 收纳 这个 言传神教 这么出来 那么你要这样的人 他从哪去给你 来文凭呢 给你 给你展示文凭呢 啊 怎么展示文凭呢 没有啊 你没有你就让他 搞不了诊所 你给大家都提供不了服务 难怪现在说这个 甚至全国没有什么中医师了 都饿杀了嘛 他开不了 他开不了门就挣不了钱嘛 他就都饿死了 是吧 这么简单的道理 我们现在 从上到下的领导都想不通 啊 这是一个啊 啊 等等吧 我想啊 我们尊重中医的发展规律 我们国家是很有希望 我们国家是很有希望 我们现在的这个医疗体制啊 这个看病的方法 这个 这个制药啊 都是从美国传来的 美国传来的东西都好吗 美国给我们传来的 民主呢 自由呢 言论自由呢 是都好吗 啊 美国传来的这个 法治啊 什么他怎么搞的法治啊 想搞法治他就搞法治 不想搞法治 他就这个炸弹 啊 这个这个这个 就给你招呼上了 你看伊拉克伊朗阿富汗 那都怎么搞的法治啊 搞的民主啊 啊 这个全球化 全球化对我 有利的时候都全面的全球化 不全球化他妈不是人 啊 能到他妈的他他挣不了钱了 他 啊 对他不利了啊 啊 他就要他妈的他就要增加关税 他就说你那妈冲击我市场 我的工作都跑你那边了 哪有这种人呢 里外都要通吃啊 是吧 你这次这个武汉飞典 你是不是他他弄的现在还两说呢 不好说啊 是吧 不好说啊 这个八十年前日本都知道 从飞机上投这个细菌弹 是吧 给祸害这个常德 祸害这个宁波 都死了几千几万的人 我说中国人不要忘记了 这是八十年前的都搞细菌战了 日本的七山药部队啊 就拿人做试验了 属于啊 劣迹啊 看人的反应 当时都研究的非常 先进了 临走之前全部毁了 一点不能丢啊 他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啊 带到日本去了 带到美国去了 你现在八十年过去了 科学技术又这么复杂 生物技术这么复杂 更先进的这个生物战 细菌战还研究不出来 我不相信啊 我觉得作为中国人呢 我们多长一个心眼 多长一个心眼 作为个人我们要自强 作为民族我们也要自强 也要自强 毛主席说要实事求是 我觉得这句话到现在没有过失 啊 中医究竟是好 还是骗人的 是罗子是吗 我们拉出来六路 中日韩不是有个内台赛吗 我们也搞一个中医西医的内台赛 啊我们就在台上 我们就看看 比赛一下 看谁能治病 谁能最快的治病 最便宜的治病 最没有负重的治病 不是这就一模了然了吗 各有所长嘛 你不能说一开尔论嘛 斩尽啥局 对不对 对不对 所以今天这个视频 呼吁我们国内中医界啊 特别是金方的大师啊 你们站出来 站出来 哦 这个 时代需要你们的时候 哦 给全国人民展示一下 伤寒论他有用还是没用 第二点呢 我呼吁我们全社会啊 特别是我们管理机构啊 给中医一定的生存空间 尊重中医的成长模式 啊 这个不要用西医的那一套啊 啊 这你有双盲试验吗 你做了临床的三期了吗 是吧 你有什么数据吗 啊 等等的等等的 是吧 恨不得斩尽啥去 你现在来那种报应来了吗 啊 就靠你的抗生素 你有抗生素吗 你没有抗生素啊 常言说的好 杀第一千 只损八百呀 那病毒都 都能老老实实 伸着脖子给你杀的吗 是吧 它会变异吗 它变了异 你研究 你开发新的抗生素 你要十年的时间 要几十亿的美金 你十年时间到了市场 用两年就产生抗药性了 这个病不能这么吃 这么简单的 到底连小学生都知道吗 不能这么吃 好吧 好 我简单的了这一点 供大家思考 个人的一点想法分享 好 感谢大家的时间